大家好 朋友们好 用西班牙语 蒙古语 满洲语 汉语 四种语言 加上英语 Good morning 五种语言 跟大家问好 北京坎爷 新闻联播 坎爷版的新闻串烧 开始播音了 开玩笑 给大家聊一个专题 这个事 北京的事 北京的大势小情 风土人情 大街小巷 家长里短 政治经济 国际关系 我是什么都能聊 什么都能砍 北京一个网友 差评王府警 狗不理 难吃 嫁贵 店方说已报警 邪不押正 呸 人家给你提意见 你不但不吸取 还报警 想干嘛 你想玩内蒙古 那个红毛药酒吗 跨省抓捕吗 还是内蒙古另一家 那个乳业 是吧 说你两句你就抓人 你这不是耍流氓吗 你这不是臭流氓吗 你这不是以强欺弱吗 以大灵小吗 对吧 这个 这真是不要脸 是吧 这狗不理啊 王府警那个店 我没吃过 古楼 迪安门路口 路西 我吃过 又贵又刺 在天津也吃过大概一回到两回吧 我确认的是一回 2004年 我从内蒙那个 通辽 甘奇卡 回来 库伦奇回来的时候 买不上票 在天津停留了一下 跟我一同学 吃了一顿 又腻 又难吃 还hold贵的 你自己不反省你自己 是吧 人嫌狗不待见 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越这样 你越没买卖 你越完蛋 然后 说给差评就报警 是吧 这个北京一名网友 差评狗不理 难吃价贵 被狗不理报警的事 引发关注 狗不理称 该网友是恶语重伤 侵犯了餐厅名誉权 并且已经报警 将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这一事件被曝光之后 很快引起热议 这个网友说 我在大众点评上 找到一家评分最低的餐厅 带你去看看究竟有多差 这小伙子是谁呢 这个小伙子 叫古月 古 咱们吃的那个古子 古子地 叫什么 有个电影 叫集结号 那个姓古的 我们小学有个老师 就姓古 古老师 教地理的一老头 特别好 他儿子在我们小学教体育 后来说他强奸妇女 给判刑了 实际上不是强奸妇女 是本学校的一个老师 女老师 喜欢的古老师 非要跟他好 他不干 然后那女的就说你强奸我了 结果给我们这个小古老师 老古老师的亲儿子 就给抓起来判了 这个中国的很多法律 根本就不讲证据 有人告你 就可能把你抓起来 甚至没人告你 都可能把你构陷 把你诬陷抓起来 咱们接着说这小伙子 小伙子是谁呢 也挺有名的 也不是一个无名鼠辈 这小伙子叫古月 山月的月 月妃的月 这古月 古月呢 是哪儿的孩子呢 得上门外的 得外的 我是安外 他是得外 我们都是北城的孩子 离的都不远 他比我小 他也就是个四十郎当岁吧 这孩子呢 他跟着他妈去美国了 他爹他妈呢 他生父啊 生父生母 都是北京人 后来呢 可能感情不合吧 具体咱不知道 就离了 离了之后呢 他妈找了一大老美 找了一美国白人啊 我用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聊啊 这个找了一大老美啊 找了一老外 然后全家就移民 他妈带着他 他等于是那脱油瓶 那小油瓶 就脱着他去了美国了 然后这孩子从小就在美国长大的 后来呢 他又回北京来混 因为这种ABC 他还不算ABC 是吧 American Green China 不是美国出生的 他中国出生的 后来他又回北京来混 来北京混呢 他也搞点什么文创吧 反正是半个文化人吧 脑袋挂在后边也输个小便吧 就这一类的孩子 他交了一女朋友 是一个德国的白人女孩 后来那德国女孩呢 就回柏林了 住在柏林 这小伙子呢想这女孩了 他也受老外影响 就是免费搭车 就是啊 免费搭车 就弄一张白纸 写着我要去哪哪哪 在北京 他呢就想找这女孩去 挺逗的 这谷月 他呢就想把这件事还记录下来 他想找一伴 后来有一哥们吧 跟他也认识 岁数也不大 那会儿他们俩才 前十来年吧 才二十多岁 是一个 也是个自由媒体人吧 一个小纪录片导演 后来他说谁跟我去啊 那哥们说我跟你去 那哥们叫什么名 我就忘了 就是比他名气稍微小一点 后来这哥俩就从北京开始 一路搭车 先从北京搭到石家庄 有的时候人家车吧 不给他停 因为中国没有免费搭车的习惯 啊 然后呢 就一点一点的跟人家搭 俩人背着大包 也就仗着年轻体力好 是吧 绑大腰圆的 身大力不亏 然后呢 就一点一点的 从那个收费站高速一点一点搭 然后搭到石家庄 然后从石家庄 又搭到山西太原这边 然后又奔的黄河大桥 峰陵渡 山西运城 什么瑞城县 这一带 然后又奔陕西走 从陕西到西安玩两天 然后接着搭车 基本都是免费的 然后又搭到了新疆 好像都是河北的司机 开大车的 拉着他们 从这个陕西这边往甘肃啊 往这个新疆这边走 然后到了新疆呢 他们俩呢 后来分开了 为什么呢 呃 是技术原因 他是有美国护照的 他出境比较容易 然后那哥们呢 是中国护照 你看这中国护照吧 可倒霉倒大了 就特别费劲 然后后来还飞回北京 然后又办手续 又从北京飞到中亚 又来找他 他就是从那个著名的 红奇拉普口岸啊 他们在新疆也玩了一段时间 乌鲁木齐啊 喀什啊 也玩几天 然后后来 到什么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吉日吉斯斯坦 他们跟那儿 在中亚的时候 他们都掏钱 因为中亚没有白搭车的 因为中亚的这个公共交通 包括长途客车 这方面的服务相对来说少 甚至可以说是差 人当地人都是花钱搭车 所以他也花钱 当然有的时候碰见不缺钱的 不差钱的 或者是好心眼的 就不要他们钱 是这样 然后他们又去了高加索 高加索那三个小国 比如说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反正亚美尼亚是肯定去了 后来又奔的土耳其 在土耳其碰到一个小伙子 是个土耳其大款 然后跟中国做生意 是做的 我想想做的大理石 土耳其出产 有一些大理石质量非常好 然后往中国出口 那小伙子也挺喜欢中国人的 特仗义 一听说他们哥俩是中国人 当然古月拿的是美国护照 然后就免费搭他们 好车奔驰宝马之类的 然后甚至那天晚上住的宾馆饭店 都是那个土耳其人给买的单 还请他们搓大饭吃好的 后来他们又过了 到了伊斯坦布尔 又过了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 什么达达尼尔海峡 马尔马拉海 然后又到又往欧洲走 过了土耳其不就保加利亚吗 在保加利亚 他们还跟一些妓女 妓院的人 什么老宝子 还跟他们有所接触 还拍了一些照片 他们那会在博客上有连载 后来这哥俩分别出书 因为这哥俩的 每个人的那个切入点不一样 感触也不一样 这哥俩分别出书 是一块出的 相当于姊妹书 兄弟书 同时出书 我好像也都买了 后来呢 他们从罗马尼亚 应该又走到保加利亚 还是南斯拉夫 匈牙利 捷克 最后到德国 而且这个古月呢 他挺浪漫的 他没有通知 他那个女朋友 他那女朋友 一个小姑娘叫埃玛 叫什么 就是根本就没跟那小女孩说 我要来德国找你 结果呢 就他去他们家 好像约定了一下吧 他说我到了 到了 然后那小女孩可能还以为他开玩笑呢 一看真到了 特高兴 就赶紧就扑到他怀里了 哈哈哈哈 然后好像那女孩没住在自己家吧 是住在姨妈家 还是姑妈家 还是谁家 反正也是自己家亲戚家 然后他就团聚嘛 什么这样的 这孩子挺神的 后来从这个 从这个 大车啊 一路从北京到德国这一趟之后 他上瘾了 后来又玩了一趟 整个美洲大陆 从阿拉斯加 美洲大陆的最北边 从阿拉斯加 然后阿巴拉提亚山脉 洛基山脉 加拿大 美国 然后墨西哥啊 什么威地马拉 洪都拉斯 哥斯达利加 萨尔瓦多 然后巴拿马 伯利兹 中美洲 然后往南美洲 沿着安地斯山啊 什么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 秘鲁 智利 巴西阿根廷 火地岛 到南极 整个南北美洲 又纵冠 后来可能又去过非洲 还是去过哪 反正这孩子挺逗的 这古月 他在这个可能微博呀 或者是聊天平台上 他的粉丝 我没看过他的微博啊 我估计至少有一百万以上 所以他的影响力挺大的 但是这次这个狗不理啊 你要欺负于普通的外地游客 可能还好办哈 人生地不熟的 出门矮三分哈 你欺负古月 古月又是拿着美国护照 是吧 又是老北京人住得胜门外 他们家从小 是吧 然后他又出过好几本书 又有上百万的粉丝 你惹他可能不太好惹 反正我是觉得这些老字号真的挺差的 真的 就北京的老字号什么红宾楼 什么这个狗不理当然算天津的 在北京也有店 甚至就包括什么这个全聚德 其实全聚德还行 说实话 但是那个庆丰包子是真他妈的差 那个臭包子馅儿 那个恶心劲 真的 庆丰包子 我小时候吃过西单 这个长安街南边高台阶 就那么一个小门脸 吃过那么一回 现在是真差 是吧 真是恶心 让人恶心的想吐 好吧不聊了 谢谢大家